这个小偷特别厉害 他在这个35层楼的高的这个房子 哎这个冒险 从35层高的楼的外墙翻越入户 哎去偷人家的劳力士手表 结果警察查这个监控呢 包括这个施主啊 他自己从手机上也看到了 看到了这个小偷入室盗窃这个过程 所以现在监控太厉害 啊那但是呢 大家看了以后呢 基本上能够锁定一个人 就是熟人 熟人作案 为什么呢 因为隔壁那个房子未装修 啊是没有人住的 那这个人能知道 这家人的隔壁有这个房子 那肯定是熟人了 所以很快就把这个嫌犯锁定了 就把他抓住了啊 那抓住这个人呢 还有点意思 他开始是那个扎了一个短片的 大家都以为是这个女性了 结果其实是个年轻的男性 而这个男性呢 是施主的创业伙伴啊 所以这个这家伙在他们家办公的时候呢 偷窥到了他有很多的奢侈品 名表名手势啊 当然也包括那块被盗的劳力士手表 所以这个事情查下来呢 最后这个把这块手表由这个盗贼啊 他拿去鉴定了 鉴定之下让他昏过去 为什么呢 这块表并非真品 偷了一个赢品 所以目前啊 陈某已经被依法刑拘 就算现在这个失窃的金额不大 但是因为是入室盗窃 所以这个情节相当的恶劣 所以这个陈某啊 就是盗贼啊 免不了老狱之灾了